在日新约翼科技的推动下 短短数十载人类航空发展清晨可谓是翻天覆地 以美国战斗机为力 回首过去一载机配刀F86 二载机鬼怪F4 连大经典机型璀璨的光芒 着实让这之间的一个进阶产品 超级配刀F100显得有些安然失色 不过超级配套也有它的过人之处 那就是它是人类地史上第一款迈入超音速时代的实用战斗机 本期视频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款具有划时代意义战机的发展之路 其实早在成功推出F86后的1949年 北美飞机公司就已推出超音速战斗机的计划 而作为一代机的F86 最大速度已超过1000公里每小时 这已属于高压音速战机的范畴了 在俯冲状态下是可以实现突破音速的 美国人觉得距离战机正常平配 实现超音速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们不然发现在后来F100身上 还保留着不少F86的痕迹 从超级配套这一名字 也能看出F100其实是F86的升级版 至于对继承性和低风险的考虑 每每设计小组最后选用F86D作为原准机 在当时也许是最佳的选择 起初试剂小组根据以前拉脆德国的风动实验资料 在设计方案中将新飞机的机翼前缘后裂角定为45度 这就是配刀45方案 不过试剂人员很快在实验数据中发现 要实现在平飞中突破硬仗 光是加大机翼前缘后裂角还远远不够 发动机推力不足成了困扰设计人员的一大难题 为此北美开始寻求更大推力的发动机 装备配刀45 后来爱丽森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 分别推出了J35和先进J47年款发动机 供北美选择 两者推力几乎都是原J47发动机的年备 平飞马和数都可达到1.03 出于种种原因北美最终选择了先进J47 起初美国战术空军对高速战斗机并不感冒 他们天真的认为其现役装备已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以至北美飞机公司于1951年1月 向美国空军提交配刀45方案时遭到冷淡对待 被泼了冷水的北美射击小组只好继续改进配刀45 并更换了性能更好的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XJ57发动机 平飞马和数达到了1.3 不过很快美国空军为自己的天真傲慢付出了代价 在朝鲜空战中米格15轻松击败F86 夺取了青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 实战表明即便在喷气式战机时代 速度仍是空战之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后而知听起来好像是常识 但当时美国人可能认为 战斗机作战时的速度达到一个饱和值或天花板状态后 再提高对实战的作用不大 事实上这一点在二代机到三代机过渡时才真正出现 朝鲜空战的势力狠狠地打醒了自负的美国人 最后需要迫切流转局势的美国空军 于1951年10月1日向北美飞机公司 签连了两架佩刀45原型机和110日架生产型 10月7日佩刀45正式获得美国空军官方设计代号F-100 原型机改成WARF-100 生产型改成F-100A 随着1953年5月25日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 免生雷鸣般的巨像 低价原型机WARF-100 首尾部分接连穿破硬仗 首飞成功 这标志着战斗机开始进入超音速时代 当美国人在为其最先搞出超音速战绩而换后雀跃时 超级配套发生的一系列故障 很快给美国人泼了一盆冷水 1954年9月首PF-100A 教父479昼舰战斗机连队 但紧接着该连队在高速横滚机动时 连续发生多起严重事故 为解决问题 本美指派F-100首席试飞员 乔治维尔士进行专门试飞 1954年10月12日 当乔治进行飞行包线右边界试飞时 飞机突然失文 瞬间过载超过8个机 F-100A当机解体 乔治重上身亡 紧接着英国空军正将杰弗里 在10月8日佛罗里达F-100A的试飞中丧身 年天后又一架F-100A失控坠毁 索性飞行员安全逃生 钢符依旧事故频发 这给了向来高傲的美国人当头一帮 超级配套好像众门魔咒一样 每个驾驶过它的人似乎都难逃厄运 美国空军迫于无赖 不得不下令停废所有的F-100A 深查其事故的原因 捕心鞋的美国人 很快用科学 破除了所谓的魔咒 原来在飞机高速横滚时 前机身滚转和偏航惯量相互偶合 小锤尾已无法提供足够的方向稳定性 而导致飞机突然失控失失 当时的补救方法 就是直接加大锤尾 另外还限制飞机的横滚动作 空军在1955年2月 迫不及待地解除了禁飞令 越南战争是超级配套参加过的最大规模的战争 起初F-100被应用于战斗空中巡逻 防止敌机对几方攻击机的突袭 另外还执行对地攻击和前方空中管制任务 从1964年到1971年 F-100集训战斗触动超过30万次 1965年4月4日 F-100D在掩护F-105 攻击杜梅大桥时遭到米格17拦截 越南战争的第一场空战就这样爆发了 不过结果却是因廉价美技被击落高中 缺乏先进雷达和空空导弹的F-100 并不适合用于对空作战 在于米格级的较量中将取得凝战过的成就 即使用于对地攻击 其作战半径再弹量也不仅F-105和F-4 其机体结构强度也无法满足 低空高速轰炸的要求 原本想在越南战场上大展拳脚的超级配刀 不得不推举二线打打酱油充当辅助了 F-100超级配刀从研发到退役 美国人的类型极度从高潮跌到谷底 作为第一款实用的超音速战斗机 F-100原本在设计上就bug多多 美军也是给予将其投入使用 一系列的问题和事故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是在所难免的 据统计F-100A因事故损失约25% F-100D的事故损失更是超过500家 总体来说事故损失远高于在越南战场上的作战损失 另外在出口丹麦的72架F-100中 就有35架因事故坠毁 这还把丹麦人狠狠地坑了一把 F-100超级配套作为最先卖进超音速时代的战机 从实用性角度上来说 却是个失败品 正所谓创新有风险 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被量产了的 和一直使用的趋至可数的著名战机背后 是更多不成功尝试品的万千酷骨 所铺垫的阶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